不停下大雨 下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小弟就發生了一點意外 因為裡面會有霧氣 隔壁的位置去鬆開 鬆開所有螺絲 拆開燈下來 都會說你不太影響那個步驟 我就這樣焗掉 我的做法就是 先有紙皮箱 開一個洞 然後呢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ODY 今天就回來這個汽車系列 為何這麼久沒有拍汽車系列呢 因為我最近忙著其他工作 拍攝剪接 作條等的東西 所以就沒有拍到這個汽車系列 加上近期下大雨 都難些拍這個系列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支持這個系列 不妨給我LIKE 現在就給我LIKE 還有 記得按Subscribe 按下旁邊的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看到ODY的影片 開始吧 今天發生什麼事呢 或者說 早前一個星期左右 不停下大雨 下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小弟就發生了一點意外 因為不小心中了水桶 因為平時那個位置又沒有窩位 又看當時的情況 留意不到水桶 我真的衝過去 因為之前我也有朋友 試著衝過去頭 那次算幸運了 我是沒有一條頭唇的 然後我發覺刮底聲 因為當時我中完水桶之後 我是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沒有一條頭唇 不知道衝掉了 走一聽到刮底聲 然後才發現原來 因為我頭唇是連著底盤的 因為沒有頭唇 底盤是掉下來刮底的 當時差點要叫拖車 幸好車尾有些駕鑽就自己弄了 自己弄了 然後走回 照舊了車 然後回到家 這不是重點的 重點是因為中完水桶之後 我發覺頭燈 因為平時頭燈是不會入水的 如果進入水 大家可能有些朋友試過會知道 因為頭燈是熱的 會有霧氣 不是霧化 霧氣 有些霧水 黏在燈罩裡面 那次就進入了一點點水 因為那一陣子下雨 肥水 我也試過不會再進入水 但裡面是撞了一點點水 然後我這段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樣去清理這個霧水 經過那件事之後 我自己弄了一些頭唇 抵抗 自己弄不完之後 我就是 剛才去拆了我的頭燈 因為我那一眼是直燈 就不一樣 我以前的車仔 現在的車仔都是橫燈 其實理論上是比較容易拆 我直燈 首先我拆了頭半板 然後就要在沙板位 旁邊的位置 去鬆回螺絲 用10號骨頭去鬆回螺絲 因為一般都是10號骨頭 去鬆回螺絲 鬆回螺絲 然後拆了一眼燈下來 本身上網看一些外國的課程 都是會說你倒水進去 下邊要漏水 但因為我眼燈的設計上 是比較複雜的 開頭我第一次去做這個步驟的時候 我是沒有去拆了所有燈 即是一些電子的燈仍然在裡面 但其實因為我原來是焗掉 其實就不太影響那個步驟 那我就這樣焗掉 那我的做法就是 先有紙皮箱開一個洞 然後放眼燈進去 然後放一塊紙皮 然後在紙皮隔著一個洞 因為我就會放一支熱風窗 或者這個風筒去吹 去焗走 好像焗油一樣焗走 焗走那些水份 因為如果你直接吹的話 你就會集中一個位置 如果你放了一塊東西 去隔開了眼燈和熱風窗的話 就可以整個平均一點 那它焗的時候 其實都焗得大部份 大概風窗的溫度 大概是100至150度 要看你的濕的情況 有些人真的很濕 有些人可能少一點水 那要有不同的時間去焗 那大家都要自己斟酌一下 去測試一下 但是不要太高溫 或者焗太久 那當時我就大概焗了20分鐘 其實焗走了大部份的水份 但是因為我其實急著 那次我是大概兩個小時內 我是拆頭溫把 拆了燈 然後焗走 再裝上去 然後後來發覺 因為你肉眼 當時是檢測不到任何水份 可能放在其他位置 然後那一晚 因為如果大家晚上開車 你開了頭燈 如果有水的 其實已經有霧氣 不用等下雨的溫度 有溫測才有霧氣 發覺還有少許霧氣 但是比第一次去滴水的情況 已經好了很多 已經沒有了很多水份 那接著去到第二次 我忍不住 我第二天已經 我那晚是通頂沒有睡 我立刻自己走下去 因為左手仔不在 我自己走下去 拆了頭膜把 丟了眼燈上來 那我就臨睡之前 因為我早上才睡 那我臨睡之前 就找熱風槍 那次是拆了所有燈 因為其實拆了所有燈 走線位比較麻煩 其實我也不是很想拆的 沒什麼必要 但是我真的拆了所有燈 然後用熱風槍 在洞裡吹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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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導致真到氣 是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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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吹吹吹 冬乾 後裝上去 ed 很快便沒事了 還有我也推翻 beta 我第一次做的步驟是用了玻璃膠裙 以防我真的不想做針水 然後看哪裏漏水的步驟 因為那個步驟麻煩了 因為燈的設計上比較有很多屈位 變相有些位是難乾 我怕乾不完 但因為一來有點急著弄 因為我每天都要用車去工作拍攝 所以就趕著弄 所以我就撇除了這個步驟 因為這個步驟又不是必然的 所以如果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自己去把所有的邊緣 重新把一次 令到它不希望會敏了一個洞 其實本身都沒有再進水 以防萬一我都有做玻璃膠的步驟 玻璃膠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就會乾了面層 如果要深層地乾掉的話 大概24個小時才會乾透透透 但那次我做完之後 其實做完玻璃膠之後 我一起去放紙皮上去焗 其實都很快摸下去 我想20分鐘左右 其實摸下去已經乾了 都已經不是再有少許逆狀的狀態 最後我就是再風光七個小時左右 七、八個小時 然後就裝上去 現在就沒有武器了 但有少許的技巧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這個不叫任何教學 想跟大家分享少許自己去弄走武器 如果你的眼頭燈是真的有孔位的話 其實都真的要去檢查一下哪裏有孔 但這個步驟上就比較複雜 可能要風乾的時間要再久一些 大家要去自己平衡一下 因為那次我知道自己的眼頭燈應該不是 當然如果真的完全一眼蜜蜂的燈 應該不會入水 但我看到它的入水位 其實有機會在後面入 因為那次我撞過水燈的時候 應該太硬 它有機會在後面入 有機會是因為有些蓋子 可能蓋子膠邊問題 那些玻璃膠就未必去幫助到你 所以有些位置其實如果自己DIY 是要走盞一下 有些灰色位你看整不整 又不可以說叫治標不治本 因為那些位置其實很難在後面入水 可能那次意外撞得太硬 才能入到少許水進去 因為其實一直下雨 如果我真的一直有入水的話 其實我眼燈應該是入了很多水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如果真的入了太多水 有些人的做法就是 可能在找車房 車房會幫你在下面開個洞去走水 這樣就算了 就不會太多風乾的步驟 另外有個小技巧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眼頭拆了出來 你盡量不要去倒它 因為如果倒轉水一流 就會有水積 如果它乾了的話 那這條影片分享大概是這麼多 到最後我成功地弄了一些霧氣 然後無論洗車下雨 都是再沒有這個霧氣的問題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少許的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想聊聊天 有什麼問題大家聊一下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按Subscribe 和按下介紹的鈴鐺 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看 因為其實有些影片 我可能不會上YouTube 可能會在Facebook推出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我們下次見 Bye Bye